在A点的争夺当中 双方就是赌这个阵容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蓝色的LGD是防守方 而右边红色的第二是青红方 有的时候赌呢 就是特别是防守方 之前的比赛里面 在这张地图A点 防守方很喜欢拿小美加麦可雷 就是如果对方拿莱因哈瑟走正面 那小美的克制动作比较大 如果对方有法奥斯均双方 那我们麦可雷也是有用武之地 这边的话 袁氏是先去探测了一波 这个大家的一个对面的一个站位 对 然后看一下 老干爹前面成功非常标准 袁氏加麦可雷 哎 他要是收掉DGP 对老干爹在防守的时候 还是先打抽一小小一些优势 对 双方是一个镜像阵容 没错 收掉了南木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波的话 哎 直接刷新幸福的 回头凯师傅 师傅谈姐直接收掉 来到达 虽然他之前自己杀的那个云蜀 应该是私下了 谈 武士之魂在燃烧 哎还彪中了 马上有大招了 是的 楼上已经冒出了 白雄猎 刚才说句 律语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 就是我是我的 武士之魂在燃烧 这是 利用你的正在冲的 这边的话 第二还是选择从左边的一个楼上 正面压一波 旁边好像有人在操一波是一个原式 我刚一挂开梦境才选有没有补到的 人家脑上有球啊 这边Night Moon是没有支付一个球的 是的 一脸直接拔刀 一吃两命三杀 又刷屏了 是的 配合队友也是又给对面全都打回去了 这样就没办法 我还是有点铁胆的吧 是的 刚才还说上一周是DR是战胜了老干爹的是吗 是的 看下这场比赛会打成什么样 而且下一波老干爹这边 老干爹这边是有四个大招的呀 对啊 这个走二楼真的不好走啊 朋友啊 这样还要强行跟他们钢这个二楼 Easy在旁边刀 是的 哎呀 弹到了 张恩弹太多了 直接拔心的 又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这个星星的强势插入啊 非常的关键 直接把对方三个人全部垫残 然后星星和元氏这波收割 麦克林还在后面阴了一枪 小元老干爹这边他们的一个元氏 包括星星两个人的配合都很好 是的 而且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被他被元氏和这个星星已经包了很多次了 还要选择走这边 还要再走 从哪里多次跌倒还从哪里再次爬起来 我们就是自寻俗路 难道不是在哪里跌倒 然后再继续再往哪个地方继续跌倒吗 对啊 但是这一波应该还是比较有机会吧 来看哦在这儿停顿 这边Easy有大招 这边又是有大招了 拔弹 还是这个地方 两招可以砍死了 这个位置太适合他发挥了 没错 来一刀砍死了 难途 难解还架下去了 把他有点点 你就一定要从那个房间里打吗 我还说他们这波和尚有大招 有剩DRS这边可能能counter住 结果结果 并没有放出来 他又是在小房间里面被团灭 这几波防守Easy和2-3的配合非常的好 是的 各种刚才那走位没有办法往后出去掉悬崖了 只有往前走那也是 嗯各种电疗各种师傅的收割 所以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只有四十几秒 差不多就最后一波了 是的 被定了一波 打的会比较凶一些 还要先停这个盲卖 血线太低了 但是师傅开 师傅过来防守 大招跑了一波 但是前面有没有 男孩好像是被拍下去了吧 对 反弹一波 对不对 迈克雷 超惨 就这一标 决定胜利了一波 又倒了三个 老干爹是成功的手下来了A点 是的 这边如果DRS不能强行换一个 15秒 在脚里面有人 是的 Elay过去帮助几方的一个温斯顿 收掉了DJB 但DR这边的莱因哈克倒了 这边马上要倒时间了 没有莱因哈克有点难搞啊 特别是迈克雷 还能再打一个over time 中心点一波 够 接触三个 原师过来有大招吗 有大招吗 有 师傅是有剩的 可以倒一波 没错 不过DJ倒了 哎呀 师傅这边也倒了 后面有一个开大招 51道 51道是逼不得意 直接开了 对 对 应该是能收下来了 A点 这样的话下一波 爆发了老干爹 对啊 现在下一波第二 他们压力很大呀 对 到底是老干爹强势一波翻盘 爆发 还是D23头有点劲 幸好刚才众力彭勇加龙任的时候 有一波剩 否则就炸了 对 是的 这个 就如老帮主所说的 在哪里跌倒 继续在哪里跌倒 我们这个是 不是你们自属死亡 是我们自属死亡 真的是充了多小波 在二楼那里快打 让我想起了两个月前的NGA打了八年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吧 就是他们有点骑虎难下 因为已经来到了 比赛的一个中间环节 他如果这个时候换阵容呢 就感觉好像很亏 因为能量还是很多 对 一般来讲如果我充两波 充不下来就应该要换了 可以考虑换一些低瓦货 或者不是这样的一球 好几次都是EZ的那个原式 反弹得太舒服了 没错 刚好是缠了一波关键伤害到后排 直接一个Shift先带走一个 然后连续刷屏根本就 而且每次都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是 对不对 同样的位置 对的对的 这样的话 而且他们好几波 就是已经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跌倒好几次了 还是不换进攻路线 你说换一波进攻路线也可以 其实进攻路线不换也可以 他们最关键就是EZ的 这波和后面的23的乌斯顿的切入 导致后面的麦克雷速度 根本打不出来 是的 包括后面几波 常雅也在那个房间里面被击杀了 如果说是不是他们 因为对方没有小美嘛 是不是可以 要么集体往前冲下开波加速 要么就是那个 稍微先拉扯一下 对的 再说 主要是你在小房间里 麦克雷他是想拉开距离 最多拉到哪里去 房间这边 到房间那边 就那么讲距离 好的 双方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或者刚才他们是在后花园 来一个人骚扰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的 对吧 对 完全全部走正面 而且大队冲上去以后 后面全部脱节了 还是头太铁了 但是像老干爹 他就不会强行走二楼 他是要拿双飞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左边蓝色的老干爹 是进攻方 而右边红色的第二次 这炮打得很 这炮打得很准啊 对 碰到了 老干爹是 天使加法老师兄的双飞 而第二这边是 只有法老师兄一个人 还配那个76号 猜到对方会有双飞 是的 猜到了 猜到了 哇 这样子就很赚啊 是的 不然不可能拿这个76号的 弹开 这边两个法拉在天上的一个对决 对 先打地面 这个鲁肖应该很弹 直接带掉 哇 因为这个法拉很凶的 在天使倒了 整个方天使倒了 对 骑士六号带走 骑士的法老师兄 没错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打的话 也不见得就很好 感觉有点软的 爆发好像稍微欠缺了一些 骑士六号带走了之后 后面清点速度太慢了 嗯 没有给予进攻方 华老师一个明确激火的 目标 是的 他们有这个师傅激火能力 可能更强 但是老干爹这边有天使啊 下一波应该有大招了 这边 这边是五个大招 五个大招怎么输 这边是五个大招 五个大招怎么输 我觉得大招都不用放了 哎 星星赶紧收掉 星星是必死的 已经打了很久 他少多时间等待队友过来 而天 呃 马老师英过来 龙刃 直接砍到飞高 还来再来一刀啊 还可以砍 直接给人家堵在这个 到A点的一个路上 不让他过来 不需要进去踩点 星星也跳过来 毛妹在点呢 过来帮一下啊 16号直接站点 站不住吧兄弟 兄弟这波不要输 要不然我很打脸的啊 输是不可能输的 天上阵一放就结束了 天使还接着呢 我还在手上呢 我一定要打得那么焦灼 吓死宝宝了 说明轻点的效率和枪法 还有待增强 没错 他追的也有点凶 他如果追到那个 还是集火 集火上做的不是特别好 喊的不是特别多 让他们在圆里 后来其实又拖了很久了 他们其实当时 他们这五个大招在手 随便放出来一个第一时间 把点里面的人清掉 A点很快就拿下来了 他追出去那一波 其实先看一下 EZ的全场最佳 应该是他们防守方的那一波 这二楼弹的某一波 二楼弹的某一波 来看这一波 你看大锤跟毛妹冲 然后后面出结了 没人管了 这个小房间 一张三 后面还有一个星星 在疯狂的垫 麦克雷好像还掉下去了是吧 没有掉下去了